今天是4月2号 4月2号 玉山全球通应该已经开始开通了 昨天4月1号的时候 我去设定我发现他好像还没有什么特别设定 然后今天4月2号的时候在这边我的账户 我们登入PayPal之后 我的账户这边有个提领 我要把现金里面的余额要领出来的时候 那其实之前都会跳出那个 我要用哪个账户提款出来 然后今天就变成这样子 有两个选项 一个是透过玉山全球通将款项提领至你的 玉山银行美金或台币账户 然后第2个是 提领款项到美国的银行账户 好那你不得不做选择了嘛对不对 好那我就选第1个 然后他就告诉你说 你点选的连结会带你离开PayPal的网站 然后重新导向第3方网站 PayPal不代表第3方网站 对其品质内容 可靠性或安全性 不承担任何监督或管控的义务 同时PayPal对第3方网站使用也不承担任何责任 按一下继续 我们还是按继续嘛 然后就到了这个 玉山银行的 全球通的网站 那接下来怎么办呢 他在这边只是 只是做说明而已 那接下来我们应该怎么做 我们看一下这个网站 这个网站是 greatgoods4u.com.tw 他这网站蛮不错的 站长还认真 他在3月31号这一天就已经写出来了 玉山群球通PayPal快速提领的服务 那实力教学 然后我们直接看 step1 第一步 登入玉山网络的 玉山的网络银行 建议用IE浏览器 好像台湾的很多银行 其实都 比较支援这个IE浏览器 那我们就 开个IE浏览器好了 我们开这个IE浏览器 然后把这个网址复制起来 Ctrl C复制起来 然后用这个IE浏览器在网址列上面贴上 Ctrl V贴上 然后按 Go 好我们就登入了 这个玉山的网络银行 那因为 我之前已经有到这个玉山去开户了 所以 我是个人 网络银行嘛 所以 OK 就登入这个个人的身份证字号 填写完毕呢 就登入 然后把按一个叉叉关掉 他这个是提示你 怎么使用 然后这个网站他有告诉你说第2个步骤安装客服套件 我也不晓得为什么安装客服套件 但是 安装一下 比较好 才不会出现 浏览器不支援 某些功能的状况 这是以前的经验 所以 他说右上角的线上客服 我们看一下 右上角在这边线上客服 点一下 好了 这个网站想要执行 好就点一下 然后 安装 在这边 为这部电脑上所有的使用者安装 只附加元件 我们就把它安装一下 安装 好 也不晓得到底安装完了没 再点一下右键好了 执行附加元件 执行 好 这个跑出来了 Windows 因为我这是Windows Win7的版本 然后防火墙封锁这个车 我们按一下允许 这样防火墙打开这个通道 这样我们去 银行存取的时候 才能够正确的存取 我们要的功能 好了 那这个功能已经完成了之后 我们再看下一步 他这边有讲解说 此步骤一定要执行 安装并允许被封锁的内容 好做完了 我们就到第三步骤去 绑定玉山全球通和PayPal的账户 点选玉山全球通PayPal提领 好我们再回到这一个刚刚 这个登入网络银行的画面里面来 好就是这个 玉山全球通PayPal提领这边 点一下 好 然后呢 勾起来 确认阅读 我相信你也不可能去读啦 反正你想要领钱嘛 一定要同意啊 确认 这是第三步骤 快嫌已封锁 点一下 永远允许这个网站的快嫌 是 再按一下 玉山全球通PayPal提领 他如果有那个挡住快嫌的 你就把它打开就对了 我们再按一下 好 又跑出来了 按打勾 然后按确认 好 因为他是另外挑一个新视窗 另外挑一个浏览器出来 所以你的那个 预设浏览器那个会挡 挡住那个 pop up 这种方式的话 我一定要允许他 才能够打开 好 那到这个步骤的时候呢 你要输入什么呢 我将这个账户连接到你的PayPal 这样你的PayPal 才会知道你的这个预算账户是有连接在一块的 那所以这边要输入什么东西呢 这边 既然是将账户连接到PayPal 那这边 应该就是输入PayPal的 那个电子邮件跟密码 对不对 所以我输入PayPal的PayPal电子邮件跟密码 好 按一下授权 OK 他说我们已经传送确认的电子邮件到这个 Email了 好 按关闭并继续 又被封锁了 来按一下 永远允许 为什么又要绑定一次 再输一次PayPal的账号密码 授权 我们以传送确认电子 而建 好 设定成功 新 新增账户连接 PayPal账户 好 已经设定成功了 因为刚刚我们 在跳出新视窗的时候 又被这个IE浏览器给挡住了 所以我刚把他 允许 允许跳出这个PayPal的视窗之后 我这次再连接一次才是真的设定成功 按关闭 这时候 这时候我们再来按 预删全球通PayPal提顶 OK 这次秀出来的画面 就是已经连接成功的画面了 PayPal的账户是这一个 好然后呢 然后我们要提款的话怎么办 现在已经绑定成功了嘛 所以以后我们不需要到PayPal里面 的那个后台去提款 我们以后只要到玉山银行的后台 的玉山群球通PayPal提领就可以了 然后你就按这个余额查询跟提领 你可以按这个提领明细查询可以看一下 然后你可以自己去查询 那我们如果要取款的话 我们就按这个余额查询提领 按同意 然后他会告诉你 目前你的PayPal 因为他们已经绑定了 所以 在玉山银行的后台可以看到PayPal 目前的金额是多少钱 那我的PayPal里面有 10,434块台币 那这边就按那个你要提出来的金额多少 然后呢 假设 假设我要提10000块好了 然后 存入资讯 这边 新台币 然后选择 然后选择玉山台币账户 假设说你里面是有美金的话 你也可以把它存到你的那个 假设是美金的话 你看 假设我这边选美金的话 我这边就可以选择 美金 然后存到我的玉山外币 因为 我上次去玉山银行办理 户头的 开户的时候 就直接申请了一本外币账户 跟一本那个台币账户 之前的那段影片有教过 有讲 有讲过 去申请的时候 直接申请两个账户了 那玉山的好处就是 你 外币账户跟你的那个台币账户 你是可以自己在网络银行里面互转的 可以自己去互转 然后台币转到美元账户 完美元账户转到台币 以当天的汇率为准 然后 然后这边 我刚刚是台币嘛 所以我这边 选台币 我要实际把它领出来 然后 这边有个选择常用的申报性质 好 我就把它选 看你自己 因为这个缴税嘛 所以 要 要申报嘛 所以好 我这个是电脑跟资讯收入 或者是你自己去选择这个 点选申报性质清单 带入其他申报性质 你可能 看你们自己这个收入状态 那我是 资讯收入嘛 然后按下一步 这个时候呢 这边就 我觉得比较复杂了 就是 由国外贿赂直接 对 对 因为这个也没得选 就是 你用预设就对了 所以也没得选 然后 申报人是谁啊 这是你的名字嘛 然后这边也没得选啊 所以你不用理他 其实都没得选啊 其实都没得选啊 然后他这边按下一步 下一步 他这边就做一下确认嘛 你的PayPal账户啊 提令的金额啊 入账金额啊 然后呢 就输入 使用者密码 就是你自己的这个网路银行的使用者密码 所以我就再输入一次我自己的密码 然后最重要的一步来咯 确认 蛮久的 好了 交易成功 此款项 于3到5个工作日内 贿赂您指定的玉山银行账户 好 所以他会 1万块台币 到我的玉山银行的账户 结束了 好 所以整个流程就是这样子 第一次操作觉得卡卡的啦 那 以后如果 要领钱其实 就是按这个玉山全球通嘛 然后 输入你的金额 下一步下一步下一步 好确认 好 钱就领到你的 3到5个工作天就会进到你的玉山银行的户头了 好那这时候呢 我们再回到PayPal的后台去看一下 1万块真的被转走了 我只剩下台币434块了 然后这边就会有 我这边这个 2014年 现在已经变4月3号了 付款到玉山 商业银行 1万块 所以从PayPal这边已经转了1万块到玉山银行去了 好这个就是从 从这个PayPal 转账 用玉山全球通 从那个PayPal转账到玉山银行 然后从玉山银行去把钱 领出来 OK 整个操作的过程就这样子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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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